好,现在这风也是越来越大了 这个小摊已经开始收摊了 好多的炒饭什么的小吃摊 还是依然在坚持的 现在已经是12点了 现在是晚上11点40多了 这个街上行人车辆都是比较少的 而且对面的底商这些商铺开灯的不多了 这有一个水果店还在开灯 那边有个超市的开灯 像这边这些快餐店粉店都关门了 只有这一家新疆维族的朋友开的烤羊肉串店 还在冒着烟 那吃的人还是挺多的 两桌 现在也是刮起了风了 看地上的树叶也掉了不少 这个长沙烧烤店 咱们得低调一点 得低调一点 前几天 不是有这个 是吧 长沙吃烧烤 给刀了 撒人吗 刀了撒人 像这些 这些什么柠檬茶店呀 什么泡椒米线呀 这个泡椒米线不行 为什么呀 就是没什么客人啊 因为那个把角呢 就是当地一个比较知名的粉店啊 这儿香西泡菜啊 大米线上 大米线上还行 咱们往里走啊 看一看啊 看一看深夜的这些商铺怎么样 其实呢 这个小区是挺不错的啊 这个水果店呢 其实它的位置还不错嘛 位置挺好 但是呢 就是生意不行啊 人家都把这个是吧 水果摆拜着啊 他们家是比较 呵呵 比较守规矩的 那么守规矩的 一般你的生意就不太好 哎哟 朋友们 这么快吗 哦 这是广东的石墨肠粉 小笼包啊 小笼包应该是还开业呢 但是隔壁这家 哦 隔壁这家是没租出去的 没有租出去的 这是开发商啊 直瘦的 我是以为这个啊 广东石墨肠粉啊 店倒闭了 哈哈 是我理解错了 这个体育彩票的一个灯啊 啊 一直开着 这个烘焙店呢 里边也是有微弱的灯光 但是大部分的店啊 都是关门了 这儿竟然开了一家 古家酱香饼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对吧 你才能开玩笑了 你租这么一大店面 你就卖酱香饼 你能竞争得过路边的小汤吗 是不是 这又开了一个生鲜超市啊 大多数呢 都是关门了 这儿有一个火热的店是什么店呢 叫杠上开花啊 棋牌室 棋牌室 棋牌室呢 嘿嘿 也是有这么几桌呀 有好几桌哈 咱们看一下 有了一二三啊 三桌客人在打牌 这个鲁宽小店呢 依然在深夜卖着美食 这边啊就是羊肉串店的后边啊 一般啊都喜欢坐在外边 店里边呢也是有人坐的 这是麻辣烫店啊 一扬麻辣烫 看看就这么三五十米 又有一家鲁宾店啊 老板呢躺在旁边看着手机 没什么客人啊 也是啊都现在都快十二点了 肯定是没什么客人 这家 小的零食茶饮店呢 也是里边有一位店员啊 在孤独的守候呢 对面就是日本的商业巨头 永旺集团呢 正在建设的是永旺孟乐城 湘江项目 也是 长沙地区的二号店 一号店啊在长沙的兴沙那边 长沙县 走到这个街角呢 这家粉店还是开着门的 隔壁是个超市啊 芙蓉兴盛的超市 马路对面呢也是 就是有好几家的店铺啊 也都是在 亮着灯的 从这开始啊 一到早上就会形成一个 自发形成一个社区外的早市啊 一直沿着这排底商一直往北 那么这呢 也是有新疆的维族的烧烤啊 跟他的隔壁啊 形成基层关系呢 是当地的一个小逢烧烤 都没什么人呀 现在啊 都马上快三点了 这条是主路的腐路 这条是腐路 这条是专门的机动车道 机动车道呢 也都被这些机动车啊 围停 这边应该属于啊 非机动车道 但是呢 也都是让这些车辆啊 停上了车了 这两个小超市啊 都在开着门的 这个麦鲁过的小哥呢 依然在坚守着啊 还有出来遛宝的 好的 现在呢开始起风了 起风了 前边是小区出口处的小夜市啊 好 现在这风啊 也是越来越大了 这个小摊呢 已经开始收汤了 这两个 好多的炒饭啊 什么的小吃摊啊 还是依然在坚持的啊 现在已经是12点了 看看大哥这摊是 是麻烂烫 哦 这原来是这样的啊 拉着小车人就走了 这边呢 这些车就停在这个路边上了啊 这是主路啊 这条路叫雷锋大道 好 好 鱿鱼 炒饭 飞表 烤鸡腿 狼牙土豆啊 煎鸣果子 长沙臭豆腐 炸的 炒的 生蚝 两块 烤面筋 海骨热鲁 看看 我就说啊 咱们创业啊 不要开店啊 就 就这个夜市 是吧 就夜市 咱们摆个小摊 卖热鲁也好 卖炒饭也好 是吧 你的 成本低啊 你就是亏钱 你就亏这么一个设备的钱呀 是吧 或者再加上一些食材的钱 你是亏不了多少钱的 也是12点啊 也是有陆陆续续的 都收摊了 但是一半以上啊 还是在坚持的 这呢也是个小夜市啊 这家炒饭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我从来没在他们家吃过 哎呀 呦 这个麻辣烫行啊 都支上棚子了 啊 遮风挡雨的 就这家啊 星河滚烫麻辣场 不如人间的麻辣场 也是年轻人啊 开的一个小店 这呢是烧烤 小东北地摊烧烤 这个也是啊 密雪冰城竟然开了一个简易的 这么一个店啊 对吧 你开个这么一个简易的店也行 这个 无业广场呢 其实他的生意还是相当不错的 二楼是超市 三楼呢 是吃饭啊 美食城 这个鹿岛面包也是相当的不错的 买的人挺多的 在往里走可就不行了 往里走那 关门的店铺很多啊 旺铺只是在这一排啊 这一块 电梯下地就不行了 然后在这一块 然后是这个 他的美食层 其他都不行 其他的都不行 其他的店啊 都不行 这一块 土豆烧牛腩 鸭血 焖鸡杂 辣椒炒肉 食数 餐具要12块 闹着玩的 纸巾2块 这边还有一个 更贵的 真多能采 还有一个648 那么是哪个小店呢 就是这个小店 这是上楼的 一块在二层 三味真妥 家常菜 卖的有点贵啊 个人觉得有点贵 这呢 现在啊 也是一片狼藉了 每天晚上都这样 一片狼藉 这呢 都是他们摆的 这个小桌子啊 因为他们不放垃圾桶 就呢 吃完那个签子呀 垃圾呀 就是随地往地上一蹤 这个也是比较罕见的 不常见 这个长饭的大姐 依然不肯走啊 在 看着手机 刷着手机 在等待着 看看还有没有客人了 不过你先把 那双脚先拿下来 哇 前面还有一位 这穿着裤子 还是没穿裤子呀 还是穿着短裤啊 是露着肉的吧 还不冷啊 我上天晚上 大冷了 在湖南小城 街上好多这种标语 什么禁毒的呀 什么 禁止嫖宿 未成年少女的呀 很多那种标语 哦 这大姐穿着光腿神器呢 还不冷啊 穿着光腿神器 无悦广场的停车场啊 他们呀都是赚一个辛苦钱啊 零元12点了 还是不肯走 还是想再做一两单的生意啊 这边的呢 更集中了啊 都是迟迟的不愿意离开 这一片啊 是十元街头礼发的天下 包括这个树坑底呢 也是十元礼发 有好几个小摊啊 就这一个小小的广场上 有那么 五六家的十元礼发的小摊 所以呢 长沙呀也是 有夜生活也是很丰富的 至少晚上十二点 出来吃饭 吃个宵夜 你是能找到饭店也好 或者 这种夜市的小摊也好 都能 吃得到 你都能 你都能很轻易的找得到的 看看这炒饭的大哥啊 一直在忙碌着 他这一晚上啊 说真的啊 他绝对不少赚啊 就是辛苦钱 一个月弄个 大几千块钱 纯赚大几千 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位穿着戴着白帽子 穿着 白色的 秋衣的 我们叫秋衣 这大姐 身材保值的还是很不错的 也是把自己摊钱的 垃圾 都打扫干净 长沙炒豆腐呢 这大哥已经收摊了 这大姐看起来啊 也是很爱干净的 杂粮煎饼 这大娘大概率啊 是山东人 每一个伞底下 就有一个 以 靠摆摊 摆夜市为生的 这么一个家庭 有可能养活两个孩子 这个呢就是 普通的 普通的顶层的 做小生意的 人的这么一个 工作环境吧 生存状态吧 包括前面底上呢 这些水果店呀 有一些小超市呀 还是在开着门的 这边的年轻人不是特别的多 都是以这些居民为主 好 这大哥也是收摊了 把这个 微布给他收起来 把这伞子收起来 这是夫妻俩 大姐在前边收着 大哥呢 在后边收着 估计完全收好 也得 收个15分钟吧 年纪呢 五十来岁啊 五十来岁啊 对面的一个小池车呢 有个小朋友 跟着他的爸爸 也在坚持的 都十二点多了 小朋友也是跟着他爸爸 出来 出摊了 看看小朋友 还在后边 蹲着地 还是扫着地呀 小朋友也是很懂事的 这就是普通家的孩子 普通家庭的孩子 现在已经是 凌晨的 0点15分了 这家超市依然在亮着灯 前边几家超市呢 也是有亮灯的啊 这个呢 就是一个超市 这家超市呀 今年是特别的难 为什么呢 因为 这边 前几个月 出现了一个钱大妈 一到晚上打折呀 很多人都去钱大妈 去买这些生鲜 这个转角 往那边 20米 是一家新开的水果店 水果店呢 卖的水果也都是又新鲜又好 还不贵 所以呢 他们家的 这个生鲜呀 水果呀 这些客源 都被这两个店 都给抢走了 所以这家店呢 也是把 从这个门 到这一块 给租出去了 前几天 来了一个施工队 整个 砌出一块区域来 对外招租了 也是很难啊 也是有陆陆续的人 骑着摩托车 刚下班 回家了 这个福如兴盛超市啊 还是亮着灯 那边几个亮灯的呀 都是超市啊 这边的超市啊 有点泛滥了 这个亮着灯的是一家热卤店 开热卤店 一定不要 在这个租个底商 什么什么都贵 哎哟 我在这啊 就能闻到这个热卤的香味啊 不是香味 是调出来的那个热卤的味道 我闻起来是很不舒服的 这又开了一个零食优选 哎哟 哎哟 这零食优选啊 零食店真的是开了好多了 说你有生意吗 这是在社区里边啊 有生意吗 我觉得没什么生意啊 这家麻辣烫店是倒闭了的 至今没租出去 目前是 成了一个什么呀 卖 杂货的 是一个 成了一个什么了 打牌的 打牌呢 外边摆着几个 摆着一些很简单的货 这呢也是一个超市 金马特特价的生活超市 还在开着门啊 其他的店啊都关门了 就这些超市呀 之类的啊 还在坚持着 从这个小区出来呢 这边又是什么生鲜超市 这呢 依然是超市啊 就是说啊 就说这些超市都泛滥了 你开这么多超市 你能赚上钱吗 依然是开着门 就这么一个小的商店啊 空间呢并不大 这一排啊都是关灯了 静悄悄的 基本上啊 这些店啊都关门了 什么劳保用品店 酒店 哎 这是什么呢 好 咱们看看 是棋牌室 爱打牌的人啊 还是很多的